所以一看就清楚了 每次上課我都知道我上到哪裡了 不然有時候都忘記說 到底上禮拜誰會記那麼多 你們都不記得了 對不對 OK 所以我有時候我自己會忘記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就回頭看一下清單 上禮拜的話基本上是針對什麼 住宅切到摺線圖跟比例圖 不過我們是用人工的方式做的 然後還有就是路接到的前十名的直條圖 那這個地方是最難的 因為路接到的前十名 其實牽涉到的問題比較多一點 有沒有就是路接到 公式就這麼長一串 有沒有 然後前面的那個字一定是 假設林里區 後面是路接到 那當然我們就按照這個邏輯 把它寫出來這個公式 OK 你還想說哇老師那這個這個公式太冗長了 如果把公式填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其實本來是廈門接三個字 可是存在以SEO裡面的話 它就不是三個字了 可能不止30個字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如 當然它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填公式 它第一個 這個檔案會膨脹很多 因為你存的字數非常多 主要是那個公式的字數 它會存在以SEO裡面嘛 第二個的話 跑的效率可能也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啦 那後面其實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在前幾題又做到 如果我要把 這一個公式 變成VBA的話 那前一題151不是也有 只要用那個instreet 去取代那個fine函數嘛 然後呢 裡面會用if嘛 有沒有 就是if的邏輯 然後外面再包那個回圈嘛 如果假如啦 那這個 就延伸練習題啦 如果你自己可以寫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 應該有學到 這個該學的 OK像這一題 如果我想要把 這個公式 改成VBA的話 那該怎麼做OK 這個的話 也許我們後面再來看 本你要把它改成VBA 如何寫 OK 那改成VBA的最大好處啦 當然第一個就是 你存在以SEO裡面的資料一定變少了 因為三個字三個字嘛 你不用一串的公式 那第二個的話跑起來 可能也會比較快一點啦 當然這個快慢 很 應該也差不了多少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電腦都跑太快了 有沒有因為現在的電腦 奈米現在已經到 2奈米了 甚至1奈米都已經慢慢快要量產了 2奈米 那這個所謂的奈米 你那個越小 跑得越快 OK 所以現在 主要是太快了 那當然怎麼比 都比 人工的土法煉鋼來的快太多了 OK 三個禮拜的這個 另外的話呢 我們 後面呢 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自動化 因為你做完之後 假如每一次呢 假設又重新下載 新的資料的時候 那變成我又要 怎麼樣 重新再產生年 跟區 跟路接到 比如假設這樣 我這三 三個欄位怎麼樣 假設沒有 OK 那如果我現在用新的資料 因為這個資料會更新嘛 他好像每一個禮拜 他會有新的 新的竊案嘛 不是說永遠都是 停在那個地方 可是如果有新的竊案 那你又 重新找 重新又下載新的資料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三個欄位 以前的做法是 你以後要再做三次 可是還記得吧 我們上禮拜寫了一個 VBA程式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讓他可以不需要 再重複寫 有沒有 插入欄 有沒有這個是錄的嘛 錄的是 當然因為插入欄三個 其實有 很多地方是雷同的 所以我們就錄了一個插入年 那後面兩個 其實是用Copy貼上來改的 所以如果執行這個插入欄 那基本上 他三個欄位呢 就會自動全部完成了 有沒有 有沒有 1 2 3 又可以了 不然的話呢 你以後要再來一次 都會浪費時間 對不對 OK 所以 慢慢我希望你可以把這些 動作 把它放在你的工作上面 對不對 你就感覺 有快一點了 對不對 每天每天感覺 效率提高一點一點 那之後的話你會發現一段時間之後 喔那會進步很多 因為不可能 你一天就整個就 突然很厲害 對不對 又不是以前那個 武俠小說那個什麼 直接那個武林高手直接把什麼 整個功力灌到你身上 馬上你 打通更多 不可能啊 OK沒那麼厲害了 但是至少你會 慢慢一點一點的進步 OK所以上個禮拜做的喔 如果 假如你已經 忘了差不多 記得回去要實做 因為這東西要學會一定要動手做 做會了其實你就會了啦 你不用死背 你不用背那些東西 所以上個禮拜這個地方 就是VBA 最後的話呢 如果我甚至希望怎麼樣 這個樞紐分析表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那其實我們是用手動的 那你可能會想說 老師那我以後 因為我們有三個圖 摺線圖 跟 這個比例圖 其實圓形圖 還有這個直條圖 那如果我要讓他自動化 他該怎麼做 上禮拜其實只有錄製什麼 這個樞紐分析 圖還沒有啦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刪掉一下 然後上個禮拜的這個應該在這裡 其實也錄製啦 那其實加了幾個東西吧 還記得吧 我記得好像 就是 這個 這個是加的 有沒有 然後 這邊記得前面有工作表名稱一定要刪掉 然後 這兩個其實就可以刪掉了 其實或者是加單引號 單引號就是不執行 有沒有 你會發現前面那邊綠色的 其實或者是你直接把它砍掉也沒關係啦 然後拖拉到值 拖拉到列 然後隱藏 三年度的資料 所以如果我一執行的話呢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多一個 這個工作表 我按F8好了 主行執行 add 序詞指的是工作表 電add就是新增工作表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這一行執行之後有沒有發現 這邊多了一個工作表移出來了 然後名稱呢改成這一個 所以這一行執行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邊的名稱就被改成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這個的話就增加那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 在 這個就A3 A3 不過你看可能你會覺得 這很難看 你看這個什麼 R3 CE R是例 C是藍 所以藍A就是 D藍就是A 第三列 這個就是A A4的意思 不過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 很難懂 那怎麼辦 有幾個改法 你可以把這個改成 就是我們 之前比較 常用的要Range A3也可以 你另外如果你不寫這樣喔你可以改成Range A3 然後把這個槓掉 你這個把它改成有沒有 Range A3 這樣也可以 他也看得懂 所以第一個表示方法 R3 A3 你覺得那個很難懂 A3這個我比較清楚的話 你改這個OK 或者是還有一個改法 更簡單 中瓜弧裡面放A3 這樣也可以啦 這樣也可以啦 只是說 看個人啦 反正你就記得 至少你會記一個就好了 哪個直缺哪個好 OK 那Range A3 其實就 怎麼講 比較習慣 像中瓜為A3 我是怕有些同學 怎麼講 就是 一下難免會忘記 這什麼東西 OK 反正 三個方法都可以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把那個統計資料放進來之後 然後再把列的資料放進來 那因為先直再列啦 這個我前面講過啦 這個 錄製一定要這樣步驟 才不會錯 然後隱藏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一一一一二 OK好 完成 你會不會在樞紐分析表 就不需要 重來一遍了 不然的話以前你就是要自己再來一遍 很浪費時間 接下來的話 旁邊我希望做一個什麼 那個 樞紐圖 還記得吧 那個圖 就是一個 折線圖 對然後把它畫在 座標位置的話 希望放在 第2儲存格這個地方 然後總共有10欄到M這邊 然後 大概20列吧 反正就在底下 反正畫個圖放在這邊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 來看一下 就是如何 把那個折線圖 畫在這個位置 OK OK如果把表跟圖結合在一起 那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所以等一下如何 畫圖 難度其實有點高啦 不過也不不難 反正你就按照我那個步驟 錄製聚集修改 就OK了 畫面的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 檔案喔如果你有存到檔的話可以把它打開如果沒存到檔的話雲山白板上面 這邊 再再抓一下 程式其實也可以雲山上都有啦只是說你要找一下 這個 練習我是覺得還蠻花時間的 其實就是 花點時間 把它練習熟練 那 建議就是 在找那個工作上有雷同的 部分 多多演練 試試看 驚嘯 你們 要